所以需要打开屋顶,然后把这个管子给换掉 这些全是KTAC的管子 大家好,我豆柯 上期视频,验房子业主是如何砍价65万的 播出以后,不少朋友给我留言 希望我能多分享一下验房子的经验 我这边刚写了一点,一个邻居就联系我 他家里刚买的房子,还没入住就发现了问题 这个房子是06年建的 期间已经转手了两次 买房子的时候,卖家支给了两天的准备时间 问了很多的验房室,都没空 最后匆忙中请了一个验房室 转了一圈,没有发现什么大的问题 前不久,一家人刚搬进去一个月,就觉得不对劲了 所以邀请我们过去,看看这个房子还有没有别的什么问题 出来检查下来,我们一共发现了18个问题 其中三个问题,隐藏了15年,没有被发现 这三个问题还都挺有意思 咱们呢,一个一个跟大家来讲解一下 咱们呢,先说第一个,开泰克水管 这个问题啊,在北美特别常见 涉及到北美1995年到2007年期间 建设的大约30万套房子 这个验房报告中没有提及 包括街市场的水管也是 这就导致,业主交接完了以后 需要花几万块钱的费用来进行解决 我的一个朋友,也买了一栋房子 验房发现了同样的问题 最后呢,跟卖家砍下来好几万刀 这个房子的加热系统是用的地热 然后这是两个boiler 然后这是它的这个分配系统 而在这上面,然后呢 接着这个管子,这边是铜管 但是呢,这里面的这些管子 大管,全部都是KTAC的管子 水暖,这个加入完以后呢 这是大的一个water tank 这个给房子供水 然后的话还有两套暖通系统 暖通系统也是靠KTAC管子 过来供热,然后呢,用风机把这个热风吹到每个房间去 所以说这些管子都要换 如果像是KTAC 这边的话是到房子的另外一套 这些全是KTAC的管子 这边还有一个街头,可以看得到 这房子里面 别的管子用的是不少是铜管 这边还比较好 但是呢 顶上这个低热管看到没有 这都是KTAC的 它是到这个每一个manifold 就是每一个分支的这个点 然后呢,靠这种管子 把这个热水送过去的 但凡在地产领域坐在时间久的朋友 应该都有听说过KTAC水稿问题 2005年 KTAC水稿作为铜管的替代产品进入加拿大 因为其价格不贵 而且呢,施工方便 很快就普及开来 在那期间 不管是独立屋 townhouse 就是连排别墅 condo 高层住宅 都有在使用 因为这种水稿存在爆管漏水的风险 一项关于这个水稿的集体诉讼 于2005年展开 在2012年达成了1亿2500万美元的和解 来赔偿用户的损失 使用这种水稿的用户呢 都可以申请赔偿 来赔付一半的更换费用 但是呢 到截止日期 2020年1月份之前 律师说 大约只有2万个用户提起了诉讼 也就是说 大约28万的用户没有申请 甚至说有可能不知情 网上不少报告中声称 这个管子的寿命只有10到15年 最高的热水承受温度是82度 高过这个温度 就会导致这个管道过早的老化解体 这里边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 那就是管子的金属接头 Kitech的金属接头呢 大部分都是合金的 里边还有大量的芯 这种合金很容易被氧化和被腐蚀 在管道中形成堵塞 使水流受限 最终导致水管破裂和泄漏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些木属的金属 是破裂的 now some of them broke on their own but you know once upon a time they were of course like this and with the resistance of about a toothpick once i cut this out of my house i was able to just snap these off and here you can see what happens and this was consistent across pretty much all of my fittings the hot were of course worse than the cold but the results were more or less the same 在跟一些地产经纪朋友沟通的时候我发现有些人对于这个管子的风险还是有了解的 但是呢有些人理解不够全面觉得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该漏的早漏了 还有些觉得这是买家在吓唬卖家或者呢这个买家经纪在吓唬卖家的 上边我提到的两位业主都面临要更换水管的工作要拆开天花板来进行更换 如何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室内用的是不是开泰克的水管呢 首先你先看一下房龄如果房龄是在1995年到2005年之间 那这个呢有可能这个几率就比较大 第二点呢就是看颜色 一般开泰克水管的颜色呢是橙色和蓝色的 印着类似的字样比如开泰克 Plumb Better Ipex Warm Red 开泰克XPA等等 如果能看到金属管件上面印着开泰克或者呢KTC的字样 或者呢一些标注CSA B137.9-10或者呢ATSM F1974也能说明这是开泰克系统 对于独立屋的业主可以到暖通机房热水炉附近找管子通过水管上面的字来进行确认 如果是Condo的用户可以在洗手盆洗菜盆的下面一些暴露水管的位置来进行查看 此外网上也有一些把已知的使用这种水管的公寓进行罗列下来 方便大家查看 买之前看看这些管呢有没有被更换 需不需要注意 如果已经更换了 一些卖家还会专门在listing上进行着重标注 有些改造中的公寓项目 如果还没有做 有的呢需要缴纳4000到6000的费用 如果卖家地产经纪知道所售卖的房屋里面有开泰克的水管 他们呢是有责任对卖家进行说明的 但是一些业主为了房子多卖钱 卖房的时候明知道他也不告知 等验房验出来了才承认 如果验房是能发现问题 一般呢可以砍下来不少钱 如果您要购买的物业出现过爆管的情况 保险费呢一般都要高一些 买单的肯定还是业主 所以呢买房做好这方面的功课必不可少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发现的第二个问题 我先来讲这个的话是干液机的气口 然后这个是洗衣房的这个排气口 我们到顶上看一下 这个是卫生间的排气口 然后呢这个是Dryer的排气口 但Dryer的排气口没有跟这个接上 也就是说这个只是一个摆设 这个的话如果说是要用干液机的话 整个这个气墙是排到阁楼里面的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安全隐患 这个问题啊 有可能是在施工的过程中 没有买到屋顶的干液机排气口 一单个就没装 如果这15年里面干液机经常使用 那么这个阁楼呢就会发霉严重 好在底下还有一套洗衣设备 楼上的这一套呢一直没用 我之前的视频也讲过 在加拿大市面上根本买不到适合屋顶的干液机出气口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 而我一直在苦苦寻找的呢 是二楼干液机的气口 另外一点 这个干液机的管道也没有做保温 这些都是隐患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问题 这个油烟机开完以后 这里有风 它是因为里面的那个盘工碗被做好 油烟机打开以后 因为管道没有接好 油烟呢从厨柜的后面吹出来了 之前的业主用了15年 竟然没有发现 我不敢想象这个厨柜的背面是个什么样子 我现在呢还在整理 厌房过程中的一些常见的房屋问题 如何选择厌房室 以及那些业内不能说的秘密 请大家耐心等待 喜欢的话请分享出去 让我们帮助更多的人 咱们下期见 拜拜